都是我们的父老乡亲 我们有大洋钱也不志愿非洲去 是吧 我们先花在 我们的父老兄弟 我们的骨肉那 另外谁边上要有 三十的二十的是吧 大点也没事 女大三报军砖 英杰书记今天四十 有一儿子十七 我准备把他儿子给送部队 让他当兵去 不然在这给他爹裹乱 给他爹找一媳妇 媳妇带着资金 带着技术 带着眼界来 这才是持久的 那时候我爷爷就是 我爷爷在东北当官 我爷爷的哥哥 是黑龙江财政厅厅长 我爷爷的另外一哥哥 就是结义的拜把子兄弟 叫朱晴兰 是黑龙江将军 就是朱万怡的僧祖 那时候就是东北 我们汉人去东北 都是春夏就去 种地 一到秋天一收 就回了 没人住在东北 老毛子就看中了这一点 老毛子就把我们东北 什么江东六十四村都占了 我爷爷的哥哥 是北大毕业的 京师大学当个市学馆 是留日本早稻田大学的 他就说 要想让中国人在东北 殖民 那时候是殖民时代 就得给他们娶媳妇 于是朱清兰 朱自乔将军 就黑龙江将军 我爷爷的哥哥 唐宗玉 唐沐朝 我爷爷 唐宗怡 唐宗郭 唐沐芬 就到陕西河南 把那些受灾的这儿的 妇女 把他们给买了下来 买下来之后 把他们送到东北 去同肯 可惜这段时间不长 共产国际 张学良 就把东北 加上918 东北就丢了 日本那时候 同肯也是 把穷的女孩子 我这么说穷女孩 现在是我们是老少边穷 你看这些黄土高包的 我们要请了一个有钱的 女孩子 小寡妇大寡妇 是吧 因为我们要求不高 就是我们也结过婚 给英杰书记 找一女朋友 要好呢 支援边疆 这都不是边疆 这北京的边上 穷山 也不叫穷山恶水 就是可爱的山 可爱的水 金山银山 不如我们的绿水青山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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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山西啊 我也弄不清 这边啊 宝特别多 就宝 为什么呢 就是农耕文明 跟那个游牧文明 交汇的地儿 土匪多 拥兵自重的多 所以每一个村 都有 都给把它修成 跟一个城堡似的 所以这边 好多都叫宝 都叫宝 包括你们那边 北新堡南新堡 都是跟这边 为什么这边都算 原来的汉 汉民族 比这边都算 边远之地了 塞外 口外 这边都属于这个 所以这边呢 就是户口上没有的 散民有勇的 不讲理的 这些人就歪猫 跑起就多 而这边仍然是 农耕文明 农民怎么办 就是在自己的村里边 在修出一个 坚固的城堡 把金财宝 什么搁在这 万一来了事 那就往这 往这 家里有两个人 土墙土炮 就是这么 所以这边的市村子 就有宝 所以这边都是 叫什么什么宝的 特别多 叫什么宝的 都特别多 这是109国道了 咱们就 从110下了高速 就跑这边了 近 109国道 在110国道的南侧 是吧 应该在南侧 都是用运煤的 都是运煤的 限速 其实 魏县在张家口又西北 张家口在北京的西北 魏县又在张家口地区的 现在不叫地区 叫市 地市合并了 就是在张家口的最西北 所以它东边呢 是 东边是北京 再往东 就是天津 南边 是宝定 基本上是河北省 最西北的一块地儿了 紧挨着山西 所以这一带的风土 人情 说话的语音 都跟山西接近 1989年的时候 1989年大概10月 这一带有过大地震 叫阳高地震 地震震中的阳高 我和新华社摄影部的 一个司机叫陈学能 两个人开一辆大发 那时候叫大发进口的日本车 大发 就从北京 地震发生之后 就一直开 开到河北阳高 阳高当时的驻军是28 28军 好像是28军 我到镇中的时候 28军还没到呢 我到那过一会儿之后 解放军的解放牌卡车 28军就到了 28军驻军 好像驻在大同 还是附近那儿 当时叫阳高地震 统称燕北地震 就是燕门关以北的山西地震 当时我们不知道哪是镇中 一边走一边问 当时新华社摄影部主任 叫徐又珠 十三大代表 那会儿十三大刚开了不久 他牛逼哄哄的 新华社事长 沐青 召集新华社 各部门开会 新华社哪个部门都是正狙击 一大堆 蚂蚁般的重头攒动 然后新华社事长 沐青问 说哪立阵了 到底怎么回事 新华社国内部主任 当时叫张万叔 张万叔有一本写1989年的书 很著名 张万叔 张万叔后来就是给调到 不再当国内部主任了 他退休的时候是新华出版社社长 叫张万叔 说我们已经派国内部的记者 去国家地震局了 一会儿就知道详细的气息 沐青就瞪了他一眼 说徐有珠 你那怎么样 徐有珠是摄影部主任 徐有珠就站起来了 说如果到现在没翻车 我的唐老鸭已经到镇中 沐青已拍桌子 是这他妈才叫新华社记者 我就知道唐老鸭会在镇中 那是1989年的事 所以我认为是党的耳目喉舌 就永远应该这样 伟大领袖论述过雨县 因为我党控制的第一个大城市是延安 以后控制的第一个省会城市 就是张家口 那时候伟大领袖进京 也是这么近的 现在都说 河北什么异县 什么西百坡什么 但是也是这么走过来的 那时候伟大领袖 博古通金呢 所以伟大领袖就说 烟云十六周 就是这个 最早是三十六周 最古代的时候呢 雨县 叫代国 怎么叫代国 就代表那代 这一代是古代的代国 代国所在地 后来山西的赵 赵湘子 赵湘子是谁 原来有一故事叫东郭先生和狼 就是东郭先生路上走着走着 赵俭子射箭 赵俭子 赵俭子射箭 杀狼 一只狼 他们可怜巴巴 到东郭先生 说东郭先生救救我吧 赵俭子要杀我 我没地儿跑了 那时候东郭先生 我怎么救你啊 说你装书那口袋 装书那口袋 你把那个 你那里边 竹箭倒出来 把我搁那里边 搁你驴身上 东郭先生善良 读书人权善良 有文化 有知识的人都善良 侧隐之心 都比较关心人性 人权 就是就把狼装口袋里了 装口袋里过一会儿 赵俭子杀兵过去了 狼出来了 是人懒药 一看左右没人 说东郭先生 你刚才救了我一命 现在我饿了 你再救我一命得了 说那我怎么救你啊 我把你老汉吃了得了 哎呦 东郭先生这他把倒霉了 然后 怎么办 怎么办 就是过来的老农民 东郭先生说 老农民 老农民 唐大爷 你给评评理 那个农民说 哎 这 这狼说着 我不信 这么点一口袋 哪能装这么大一狼啊 我不信 我不信 狼说不信 你把书倒出来 狼又钻那口袋里去了 一钻那口袋里边 嘿 老农民 把那个 装狼那口袋 口砸紧了 拿起锄头 说你他妈这狼 非砸死你 邦 邦 邦 就把这狼给砸死了 这就叫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 啊 当时那个赵简子 赵简子呢 生了好多儿子 其中有一个儿子 不是大老婆生的 但是特棒 叫赵箱子 嗯 我说的就是赵箱子 赵箱子的事 这赵箱子啊 他把戴国给灭了 嗯 戴国 就把戴国给灭了 这戴国一灭 啊 他就把戴国变成赵箱子的徒弟了 嗯 但是他这古代啊 不像现在 偷鸡摸狗 古代你要干这件事 不是仁义之事 丢人现眼 不仁义 于是呢 他就把 他把戴国灭了 哎 但是把他们家姐姐 继续给搁在这儿 继续统治戴国 这才名正言顺呢 不然名不正言不顺嘛 古人都讲究 名不正言不顺 嗯 你这个导航啊 他老导的让你上高速公路 上收钱去 你看 我刚才讲的多好 你看前边 戴王城 戴王吗 就是一代两代代 你看我们到了这儿 戴王城 宇宪宪宪宪宪宪宪宫宪宫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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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长的特像鸡那山就出现了 叫鸡鸣山 鸡在那叫 后来呢 到了元明有驿站 现在中国最古老的驿站展览馆 叫鸡鸣驿 鸡鸣驿就是那个鸡鸣山 那底下那个驿站 就是110国道 就是这么的由来 伟大领袖 博古通金呢 就跟我似的 在耶安就说 秦朝统一了之后 秦就把代国给统一了 在代国这地儿 就在这个宇县这地儿 设立了一个宇州 当时秦世皇实行郡县制 统一车轨 土一文字 统一渡量衡 把整个天下 分成天下三十六郡 其中有一个郡 是宇郡 就是这个 但是这地儿的古城 还是代王城 谁把代王最早给灭的 是赵湘子 赵湘子是谁 就是赵俭子 他儿子 赵俭子 就是东国先生和狼里边 那个赵俭子 所以中国说五千年文明 未必 但是这些事 都是有文字记载的 有文字记载的 所以我现在刀逼刀 已经到底不剪辑 但核心 我是一个作家 我除了用这摄影表现 我所见之外 我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 根本是 我是中国作家协会员 中国作家协会啊 这水平最高 都是党和国家领导人 才能成为作家呢 因为伟大领袖 毛主席就是作家嘛 伟大领袖就说 天下 三十六周 叫烟云三十六周 为什么叫烟云呢 这一带是大山 北面是烟山 就是我老歌颂那个 给他找对象的 英杰书记 就烟山高又高 就那个 烟山 西边是太杭山的渔脉 然后呢 再往西边一点 是恒山 中国有五月 东越泰山 西越华山 南越松山 就是少林寺 中越恒山 北越恒山 那俩恒字不一样 这儿就是 在三个山之间 叫太杭山 燕山 恒山 如果再把小山算上 君都山 君都山实际就是太杭山 我老说是 所有的道路都是水冲来的 古代 山西的水 往河北流 冲出八条沟来 这八条沟 古人叫太杭八行 就是八条 八条路 最北边的这条路 最靠北的 靠近张家口的 靠近这儿了 就是君都行 就是君都山 冲 被水冲出来的那条口子 现在我们到的这地儿 是河北省 张家口市 宇县 宇县 就是古代的代国 你要是跑这边玩来 鸡鸣一长城啊 这就是这儿 但是现在你看 一片现代化建设 这些大车都是往外拉煤的 都是拉煤的 现在还没到这个古城 一会儿就到古城了 在中国 就最近吧 提到烟云36周的 到过这边了 一个是为大领袖毛主席 最近啊 最近就是我 就是我跟 就是我跟 对我 跟英杰书记了 然后呢 我再唱一首那个 艳阳天的主题歌 我这嗖两声 这公鸭嗓也好听不了 但是得端起这范儿来 沿山高又高 欧清泉水长流 群烟高飞头烟烈 英杰书记待咱想前 走天那儿写 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 是吧 你要是对江山不好 水可以载舟 也可以浮舟 西河营阵 西河营阵 又忘了 从头唱 沿山高又高 欧清泉水长流 群烟高飞头烟铃 书记待咱向前走 天下中弄一株心股 甘斗风浪的好带头 和咱心联系 寒水往一块流 现在发大锤 是吧 你看我们书记 就亲临一线 寒水往一块流 寒水往一块流 这现在是雨县的副中心 对 西河营阵 西河营阵 前面这有路标 看看 雨县 广 广陵 对了 我这又想起来了 雨县呢 古代 刚才我不都说宝吗 你看往这边是来源 宝定 宝定就发达水的卓州 来源 就是来水发源的那地 西河营 雨县 在山西的东侧 就为了防河北省这边 什么 有一系列的县 有四个县 我现在都说不出刚才什么名来 就刚才天上有的那些县 这四个县就像一条龙排成一条 其中最北边就是雨县 雨县就是龙头 就像这个龙身子的龙头 红灯吧 所以这儿 雨县就是山西 山西小龙的龙头 我们现在就到了龙头县了 那个四个小县我都记不清 那个四个小县的尾巴 是叫林秋县还是林宝县 就是平行关所在的那个县 就是林彪打的那个平行关 那是龙的尾巴 龙的头就是雨县 所以这一代林彪也很重视 我看有个资料 林彪 叶群 林立国 五大 他那个 五虎上将 一起坐着几架飞机 不能坐一架 万一掉下来摔死呢 所以分成几架飞机 由北京起飞 林彪要看看平行关 就是沿着那条龙脉走 然后走到雨县 然后向东 到了张家口 林彪还在张家口住了一夜 走的时候 叶群 找张家口要了两件东西 一个是麦片 这林彪吃麦片 还有一个是口磨 就张家口外的那个磨果 另外就在 张家口南边的喧化殿 喧化殿 朝着苏联方向的山上 林彪的儿子 林立国 北大乌 李西毕业的 在那修了一个 就跟现在的 相控阵雷达似的 一面山 修了一个雷达天线 这都是 好多年前的事了 就发生在 雨县 代国 张家口 过去的事 我这还是海湾战争 后遗症 贫血 刚唱了一下书记啊 歌功颂德 唱一下 书记带咱向前走 就有点晕 所以我先歇会儿了 歇会儿 说没劲儿了 赶紧就把早上火烧焦加土豆丝 没早上好吃的 热的时候真好 炫乎乎乎的 看来有点不炫 一会儿在这儿估计有不少小事 反正我知道它们有那个 像什么粉的那个 挺出的 豆干 就是凉粉来的东西 对 凉粉来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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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叫炫粉 这叫什么 嗯 就是淀粉 对对对 淀粉做的 对 就比面粉又高 高义 对 那个庄泽栋那媳妇 哦 就是这边长大 哦 他是这个 庄泽栋的媳妇的爸 是东北化学部队的日本军官 后来苏联给他们俘虏了 全把这支部队送给了林彪 他到林彪手里的时候 是正师指 研究探居口提议的 后来算人台 就把他从中国的东北 不打朝鲜战争吗 49年我们建国 50年朝鲜战争 就把他给弄到内地 就是宁夏 后来宁夏呢觉得还不 又往西 一直到甘肃 弄到了甘肃的 张叶市 有个山丹军马场 最后死在山丹军马场的 叫佐佐牧方吉 所以这个敦子呢 一直在那儿 入了共青团 他爸死了 他再回到日本 所以他更多的时候 是个中国人 敦子最爱吃的东西 他叫嚷 叫嚷皮子 其实是错别字 就是酿的酿的繁体字 左边是一个酒 右边不是一个嚷 像 右边是一个香 定香 就是薄熙来 他爸薄一波老家 那个定香那个香 左边是一个酒子边 右边是一个香 但中国人喜欢念错别字 就把那个酿 那应该一定酿 酿酒的酿 就酿成了嚷 他就爱吃嚷皮子 嚷皮子 实际就是 你刚才说的 这个凉粉类的 比凉粉 比这个楦粉更薄的 更薄就是片 就是我们现在叫凉皮 那类东西 嚷皮子 那天那个敦子 跟我说 日本还有三十八军呢 日本三十八军老兵 说解放军老兵表彰 也不表彰我爸 我说你爸牺牲得早啊 他爸就是 就跟白秋恩似的 手术扩散中毒了 这不怎么就死了 就是 搞 搞 我们现在 军马场里边叫 口蹄 实际就是贪居 他用环形的路 把这都给连起来 是吧 他们设计出的 这些人为的景点 对 就是人为设计的就是 哇 真心 爱心工艺票十元 嗯 这都崭新的呀 看不起来是 这个就更新了 哇 都是在把一个核心区改革 在边上修处好多 比原来的东西更古老更大的 им不得动 啊 啊 你不得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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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才是古城 我先下来 你好靠吗 没事 我不用靠菜 靠这就行了